创意比赛 精彩运通 大家好 欢迎收看股市中车 我是尚良 今天的大盘收在10512点 这个盘还站在万点之上 我来相信这一波的行情 大盘在万点之上所处的时间会破纪录 因为在昨天大盘创了新高 可是各位知不知道 整个大盘的融资余额 它没有因为大盘涨到1万点 或者因为昨天创新高 然后它就增加 反而大盘的融资余额是减少的 那在创了新高之后 你们看今天的行情 今天这一个盘只有成交1127亿 而且没有太大的震荡 这表示什么 这表示创新高之后 依然是一个价稳量缩的格局 所以接下来我们该思考的是什么 很多人都知道说 操作最重要的两大依据 是在时机跟价位 对不对 而且时机比价位更重要 可是大家明明都知道 时机比较重要 现在是一个做多的时机 可是呢 还是会去考虑到 这个价位的因素 因为觉得大盘指数涨太多了 在昨天的节目里面 我两个跟大家讲过 也许你觉得 你现在的操作 绩效呢 落后这一个大盘 可是我们应该不要去理会 究竟你落后多少 而是要去想办法 看看能不能够赶上 看看能不能够超越 对不对 我老梁就是有在想办法 今天如果我们想要在股票上 赚到钱的话 我觉得有三件事情呢 它是非常的重要 第一件事情呢 是选股 第二件事情呢 是资金的一个规划 资金的控管 第三件事情呢 就是执行力 如果你有办法选股 如果能够做好资金的控管 如果呢 有执行力买进跟卖出 获利了结 或者是停损的话 我相信 不管是什么行情 都能够赚到钱 对不对 所以根本就不要去考虑 究竟现在大盘在哪里 如果你真的要考虑 你们想想看 获利在两个礼拜之前 大盘呢 还在一万零一百五十六点 我没有因为说 这个盘占上了一万点 然后就告诉各位要保守 告诉各位要看空 告诉各位呢 这个盘它会跌 它会反转 获利告诉过各位 我为什么在这里要做多 对不对 获利告诉过各位 我认为现在 是台湾的股票市场 筹码最安定的阶段 一下子 你看到大盘 大家都很难适应 为什么 因为一下子呢 它涨到多少 它涨到了一万零五百一十二点 动不动就涨了三四百点 我跟各位说 原因在哪里 在趋势 趋势一旦形成 涨势在任何一个点 都能够被引爆开来 我们不一定知道 什么时候呢 会引爆很大的一个涨幅 可是我们知道 究竟现在是什么样的趋势 对不对 我们应该要尊重趋势 而且顺势来进行操作 那接下来呢 我要跟大家谈 如果你的问题是在选股 你的问题是在资金控管 你的问题呢 是在执行力的话 我希望大家 可以来跟着王娘操作 首先就选股的部分 我跟各位说 现在的股票呢 已经超过了一千六百支了 对不对 一千六百支股票 我们要怎么快 今天涨这支 明天涨那支 所以我们一般人呢 根本没有办法 好好的同时 去兼顾到这所有的股票 他们的一个动态 但是谁可以 我相信电脑可以 我相信人工智慧可以 对不对 所以呢 王娘特地设计了一个 人工智慧的股票操作系统 他叫做Machine 运用人工智慧 高效率的运算模拟能力 盘中能够及时选股 而且关键价位一触即发 那如果大家以为说 今天只要有了Machine 只要有了这一个选股的工具 做股票呢 就能够无往不利的话 我跟各位说 那你就错了 那未免也太完美了 对不对 这世界上没有完美的东西 所以王娘有了Machine 王娘能够选股票 但是呢 我同时必须要帮大家 做好资金的控管 我同时必须要具有执行力 什么叫执行力 该买的时候呢 下去买 该停损或者该出的时候呢 也要带会员出 在过去两个礼拜 王娘曾经带会员 买过这一个331的红灰 王娘带会员买过建策 其实这两档股票呢 我都已经获利了结了 为什么 因为我认为呢 他们有可能会拉回 也有可能会整理 那最重要的是 我也希望能够把资金呢 运用在其他的方面 那如果我们有了选股的一个工具 我们呢 有办法来进行资金管理 我们具有执行力的话 我请问各位 你还需要去在乎 这个大盘指数 这个大盘指数 它究竟在哪里吗 现在看这个盘 到昨天为止 相当清楚的融资呢 它是在减少 现在看这个盘 我跟大家说 它是在过去的一段时间 要涨到万点的行情 涨得最慢 涨得最久 角度最平缓 融资余额最少的 成交量也最低 所以不要把大盘这一次 涨到一万点 跟过去的任何一个高点 来做比较 那是不一样的 所以我认为呢 这一波的趋势 它还会延续 那如果这一波的趋势 还会延续 今天指数 不管在哪里 它都会震荡 对不对 那有没有一些股票 它很可能呢 跟大盘的相关性 比较低 所以呢 它能够不理会 这个震荡 那甚至于呢 有法人 针对这个族群 开始去做布局 我跟各位说有 所以我们该思考的是 这个地方 要怎么选股票 这个地方 资金要怎么去做规划 这个地方 我们有没有执行力 我希望各位 要拿出 做股票的勇气 我希望各位 要把你们 对股票的热情 给找回来 现在很多人 对股票 是没有热情的 对不对 可是这不代表 股票不会涨喔 股票会不会大涨 有时候跟成交量 跟买盘 没有绝大的关系 我要告诉各位喔 其实是持有者的心态 去决定 行情的涨跌 去决定 股价的涨跌 举例来说 如果有一档股票 它呢 今天只成交100张 但是因为 都没有人要卖 我请问各位 股票会涨停满 当然会啊 所以关键在哪里 没有人要卖 对不对 想要卖的人不多 如果有一档股票 它的业绩很好 营收很好 但是呢 但是大家呢 拼命都想卖 我跟大家讲 不管底下有多少买盘 它最后还是会跌 对不对 那我们来看这个大盘喔 从整个大盘的架构 各位可以发现 其实现在大部分的涨跌 没什么股票可以买 为什么 因为融资这么少 因为成交量这么少 对不对 那或许有些股票 在过去的一两个礼拜 它的表现不好 但是我要告诉各位 就算它在过去的一两个礼拜 表现不好 也不代表它们未来的表现 也都会不好 对不对 所以我告诉你们 我们要去想想看 哪些股票现在呢 它的一个走势 开始跟之前不一样 它能够从底部上来 它甚至于呢 有机会走大波段的行情 因此我呢 在前几天跟大家说过 我推出了生计股的 波段操作计划 当大盘指数突破10393 我跟大家强调的是 多头的趋势不变 而且NBA生计指数呢 也创下波段新高 所以会启动 新一波的生计投资浪潮 我呢会优先锁定 有营收有获利 而且成交量大的生计股呢 带领会员底部进场 大波段操作 那么这几天 让大家很有印象的股票 我相信就是葡萄王 对不对 葡萄王在今天 涨到多少钱 今天的葡萄王 开盘了一度 还在往上冲喔 对不对 但是尾盘呢 受到大盘的一些压力 受到呢 整体指数的一个拉回 所以它也受到了一些影响 但是对我们来说 最重要的 不是一天两天的震荡 而是它整个趋势 它改变了没有 如果它的趋势改变 我跟大家说 你就值得留意 如果它的趋势改变 就值得做多 不要去理会一天两天的震荡 你们再看这边 你现在所看到的是葡萄王 这就是我呢在过去的一个礼拜 带会员买进的股票 我呢要带会员买股票 我跟各位说 有两件事情很重要 第一个 它呢必须呢 Machine要产生买进的讯号 第二个呢 它的股价 最基本的要突破一百天的均线 那为什么呢 要跟各位强调这个 因为我要的是长期的趋势 在往上的股票 就像我们看到这个大盘 大盘在昨天创新高 对不对 现在在一万年五百点 而且哦 平常哦 六位一万点 去到一万五百点 对不对 那很多人都在找原因 这个盘为什么会涨 明明基本面很差 这个盘为什么会涨 明明呢 融资都没有人要进场 对不对 或者呢 是找不到原因 可是大盘涨了没有 它涨了 没有错吧 这代表什么 这代表这个趋势 它在运作 对不对 所以如果我们能够确认 它中期长期的趋势向上的话 我告诉各位 随时随地 都有大涨的可能 这就好像我们前几天 所看到的行情一样 那你们现在来看 这个葡萄网 以葡萄网来说 我们可以发现呢 它的股价呢 已经突破了一百天的均线 我觉得这个很重要 因为这叫操作滤网 你在什么时候下去买股票 是有效率的 我们不一定要去买在最低点 对不对 我们不一定呢 要买在呢 这一个起长点 但是我们如果能够顺势操作 你在任何一个点下去买 你就能够赚钱 那之前的葡萄网股价呢 是不是整理了一段相当长的时间 那在这里买 也许比现在价位还便宜 可是你有办法承担呢 一整个月它都不涨吗 你有办法忍受它往下破底吗 可是如果它曾经 一整个月都不涨 它曾经往下破底 它曾经反弯之后 两个月都不涨 那这一段 它是不是已经过去了 对不对 因为我们用一个很简单的操作滤网 来做一个判断 这个趋势它改变哦 改变了之后 行情会有震荡 对不对 可是接下来呢 它就会变得很会涨 对不对 它就会变得很会标 不是只有葡萄王一档 而且呢 我们所看好的股票 也不仅仅是因为machine 也不仅仅是因为 这一个操作的滤网 还有一点很重要 就是股票必须要有题材 股票必须要有基本面 股票必须要能够有梦想 对不对 那关于生计股 或者关于接下来的操作 如果你们想知道更多 请你锁定我的节目 在广告过后 我还有更精彩的内容 我们等一下再回来 遇阵了 怎么办 一 爬上 二 掩护 三 稳住抓住桌角 更多防灾尝试 请上台湾抗震网 投资的制胜关键 您需要领先的资讯 精准的分析 大来专业分析团队为您掌握 大来国际投雇 请直播 0223659333 0223659333 平常工作时 总是充斥着各种声音 所以休假时 我喜欢感觉一切吵杂 让自己沉添 享受着片刻的迷惊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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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投资的制胜关键 您需要领先的资讯 精准的分析 大来专业分析团队为您掌握 大来国际投雇 请直播 0223659333 0223659333 做父母的最怕听到肠病毒 一个疏忽 小朋友的健康就可能受到威胁 家中宝贝如果感染肠病毒 一定要注意重症的前兆 像是嗜睡 手脚无力 意识不清 持续呕吐 睡眠中突然出现惊吓到的反射动作 呼吸急促或心跳加速 出现这些症状 一定要马上到大医院就医 以免错失治疗黄金期哦 认识肠病毒重症前兆 许孩子一个健康未来 在上一段节目一开始 我要来跟大家谈到 如果我们想要在股票市场赚钱的话 有三件事情它非常的重要 第一件事情是呢 我们必须要会选股票 对不对 要选股票的能力 所以第一件事情是选股 第二件事情呢 是资金控管 第三件事情呢 是执行力 那对大家来讲 其实呢 通常觉得最困难的 是这一个选股 为什么 因为现在股票那么多 要怎么选 我要来告诉各位 对我来说 每天我们训呢 当股票产生 买进讯号的时候 当它的趋势转折 当它的波动率增加的时候 美训会 也告诉我 那当美训跟我讲的时候 接下来呢 我当然要去考虑 要去决定 这股票要不要买 对不对 所以我必须要透过呢 这一个操作滤网 就是一百天的均线 来判断 它是不是处在一个 多头的架构 我举个例子 比如说 王良曾经带会员 买进过建策 而且买在75块4 这一波涨上来 涨到88块钱 王良已经把它获利了结哦 那如果你问我说 王良为什么知道 要在这里下去买 我告诉你 如果你没有Motion 你也不知道 要怎么撑股票 对不对 我再举个例子 3311的红灰 这是王良买的那一天 王良买的时候呢 Motion同样产生 买进的讯号 而且股票呢 立刻出现了一根涨停满 两根涨停满 然后创新高 那你说是不是每一支股票 一买完都会涨这样 我跟你说 不一定 因为有的股票 它波动率大 有的股票呢 它的波段呢 走得比较长 对不对 其实每支股票 它的一个这个行情呢 未来的走势都不会一样 但是透过Motion 最起码你知道 现在谁开始在动 现在谁开始有买盘 现在谁呢 有可能接下来呢 开始往上来进行突破 对不对 你们再看下去 包括像3443的创意 这一波创意 曾经连续两天 拉出涨停满 一个涨停满 两个涨停满 然后创新高 现在在整理 对不对 但你会发现说 当它的股票处在 这一个100天均线之上 产生买进讯号的时候 其实后面呢 都有不错的行情 那不只是这个创意哦 很多人最近很关心的 比如说像全支股里头 3481的群创 在这个地方 没有讯号对不对 这里产生讯号 接下来又有 结果今天创新高 很多人关心的 2409的友达 今天又出现了讯号 那包括像2317的 这个红海 各位可以看到 如果这个股票 它的处在呢 这个趋势率网的下方 操作率网的下方 产生讯号的话 有的时候 你根本不要去理会 为什么 因为有的时候 它只是反弹 我们要确认的是回升 我们要确认的是 一个大的波段 对不对 那针对这个生计股呢 产良这一波 开始待会员 慢慢的布局 你们都知道的 就是1707的 这个葡萄王 而接下来呢 产良还有其他 看好的股票 待会会跟大家 来做一个分享 我们先来看葡萄王 葡萄王 它是刚刚才突破 100天的均线 对不对 所以呢 当它产生了 买进的讯号之后 我呢是上个礼拜 我开始带会员下去买的 那当我在买股票的时候 为什么 后面股票呢 它继续涨 理由在哪里 我跟各位说 我在买股票的同时呢 同一天 是同一天哦 很多人在选股票都是 今天看看外资买什么 或者今天看看 投信买什么 然后我们明天 再下去买 对不对 可是针对这个葡萄王呢 这一波投信 一段很长的时间 都没有买 可是却跟 产良的会员 在同一天进场 是在同一天进场 来我们先放大一点 你可以看到 就是投信买的时候 上个礼拜五 买特别多 对不对 我们再看整张 K线图 他在这个地方 去买股票 那我知道 现在市场 也许有各门各派 那每个人 想要做的 或者每天 抢的股票都不一样 可是我们该思考的是 现在法人 他的方向在哪里 来到一万点 我跟大家说 散户你可以不做 对不对 你可以不买 甚至也可以去放空 可是针对这些法人呢 我跟大家说 他们必须要继续赢 他们必须要继续赚 他们必须要想办法 去打败这个盘 对不对 只要你愿意想办法 只要你愿意去执行 我相信就一定会赢 所以你们可以看到 这一波的葡萄王 从底部上来之后 我认为呢 后续来讲 是很可能展开一个 大波段的 为什么 各位想想看 葡萄王 它有三大事业体 包括多城市传销的葡仲 还有台湾的葡萄王 跟上来的葡萄王 对不对 那今年第一季的营收 是让大家非常的惊艳 为什么 因为它在去年底 有产生过一些利空 经过这个利空 照理说 第一季会影响特别多 因为是在去年的12月 结果第一季的营收 达到20亿 是意味着什么 我认为这意味着 公司有一个 非常强大的团队 这个团队是在做什么 我跟大家说 这个团队 最主要呢 应该是在葡仲这个部分 所以没有受到影响 没有受到打击 EPS呢 在今年第一季 还缴出1.92元的成绩 那么今年的5月的营收 8.21亿 年增率呢 2% 重新返回它的成长轨道 而且呢 葡仲占核并营收超过8成 今年下半年 还会有2到3项新产品上市 会带动营收持续成长 那除了葡仲之外 上海的葡萄王 受惠于中国保健食品的需求 去年单月的营收 会曾经超越过台湾的葡萄王 所以中国的保健食品 我认为 这个市场 这个商机是很大的 但是你们想想看哦 在台湾的股票市场 有谁能够去切入这个商机 我认为葡萄王呢 是最好的选择 对不对 那么除了这个葡萄王之外 我再跟大家讲 还有一档股票呢 我认为呢 它也很有爆发力 这档股票 它的价位不贵 但是呢 其实最近来讲 它股价的波动性在提升 它的波动性在提升 在整体的生计股里头呢 我认为它的重要性会增加 而且这一间公司 它很快在明年 就会有什么 就会开始呢 有大量的营收 而且呢 也有机会呢 转亏为引 是哪一间公司呢 我们来看这里 就是代号 1799的EV 那针对这个EV 我们先来看哦 它本来 这边有突破 有转强的讯号 对不对 但是接下来 我们讯产生 转弱的讯号 我们不会因为说 我看好它 或者带会员买进它 就告诉你说 我就把这个东西遮掉 不会 我们的门讯 它呈现的是什么样子 我在节目当中 就呈现什么样子 不会去做任何的修改 或者是更动 但是 你们要知道一件事 股票 它的一个技术面 或者它的波动性 有可能变小 趋势有可能向下 对不对 可是最重要的是 当它产生转折的时候 开始往上的时候 你不能停留在之前的印象 那么本来呢 它在做整理 可是当它重新产生 买进讯号之后 王良带会员下去买 今天盘中 它也创下这个波段的新高 如果我们把这个K线给缩小 各位可以发现呢 它其实股价 是处在长线的低档 对不对 那这个叫做操作滤网 这一条是100天的均线 本来怎么弄 怎么弄 怎么弄 弄不过 弄过后呢 又拉回 又整理 可是现在呢 股票要重新转强 所以这个趋势的转折 其实相当大 那为什么这个趋势的转折 会这么大 我告诉各位 因为哦 我们看这边 因为它目前已经有四项困难的学民药呢 申请药证 进军美国市场 所以明年起 它的营收会大幅成长 而且它的长效型咳嗽药 美国的市场呢 一年约三亿美元 这么大哦 预计今年的九月 能够取得药证 完了现在所跟大家讲的 是能够取得药证的公司的生计股 那么不是只有一张药证 还有第二张 它的膀胱过动症的药物呢 美国的市场大概八千万美元 预计在十二月 今年的十二月 也能够取得药证 不是只有一张哦 也不是只有两张哦 到了明年呢 它还能够再取得第三张 跟第四张的药证 取得药证的意思就是什么 就是它可以上市 它可以贩售 它可以开始贡献它的营收跟获利 而这些股票 我跟大家说 过去一段时间 它可能被市场遗忘 过去一段时间 它可能走空 对不对 甚至整理了一段很长的时间 可是当它的趋势改变的时候 不管大盘指数在哪里 我认为 它们的股价呢 都有大涨的空间 所以在这里 我跟大家说 往来会很积极的 去想办法 往来会很积极的 去找标的 如果你想跟着我做 我欢迎大家 在节目结束之后 拿起电话 来加入我们操作的行列 只有祝各位 未来做股票 都能够大赚 我们明天见 拜拜 拜拜 今天就像YouTube 印通财新台 人好时间 人好地点 听到看到 YouTube 线上直播 最中心 分析师精准 凡事解析 虽算虽看 真方便 YouTube 运通财新台 频道 不关系 跟你安赖在一起 投资的制胜关键 您需要领先的资讯 精准的分析 大来专专业分析团队 为您掌握 大来国际投顾 请直播 02-2365-9333 02-2365-9333 你担心瓦斯外线危险吗 教你几个小配布 瓦斯桶放室外 避免日晒 由瓦斯行安全技术人员 近期检查瓦斯配管 使用瓦斯要小心 居家安全好放心 内战部消防署关心您 投资的制胜关键 您需要领先的资讯 精准的分析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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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明镜